大家好,继续回到第二节的每周股环节 身边仍然是Stanley,跟我们聊天,研究部的经理直耀辉 Stanley,你好 上一节,跟大家讲了香港轻易Pino480这个股份 讲到兴起,就是为何Stanley会推翻这个股份 刚刚给了一些提示,我们说买房方面买得很成功 我们先看另一个利好因素 就是充敬大嶼山方面的发展,非常迅速 因为集团也拥有和发展大嶼山的预警关业权 所以来说,亦都见到香港方面的施政报告之前也提到 要大力发展大嶼山方面的情况 还有,焦点所在,也要讲回港珠澳大桥 都建了几个人工左右 还有现在,那个project 涉及的资金都非常龐大,规模上 不如都和我们讲多一点 集团来说,在大嶼山里面有什么教作 是的,的确确都真的,因为刚刚Janette所讲到的 都是一些有关于大嶼山发展的那些叫做利好的因素 而你看看轻业为例,它在大嶼山方面 现在都有大约150万平方尺的微保地价土树 简单来说,基本上它现在可以发展的机会 都有很多 当然,你说它发展的话,都可能在余景湾附近再建更多的住宅 但又不要忘记,因为当你现在好像在大嶼山那方面的发展 都越来越发展得快的时间 对于住宅的需求量 当地附近的那些住宅的需求量,其实是大的 但如果你想想一下,当地附近有没有一些 可能是比较好的建筑群呢 甚至乎一些的住宅,其实都真的不多 所以变相之下,你说轻业本身 都有些挺得天独厚的一些地方 就是在余景湾这边的发展的话 其实是,你可以说食正现在这一转 就是大嶼山发展这个势头 因为事实上,大嶼山那方面的发展 当然,施政报告说了很多次 都说强调会整的 甚至乎你说现在都做了很多环境的一些检测 就是看看如果发展的话 对当地的环境的影响有多大 但这些情况,我相信都没有太大 就是不会太阻碍着大嶼山的发展 那特别就是说,其实在之后 你说在16年的时间,18年的时间 当这个港珠澳大桥那方面 真的可以通车的时候 两地的那个中港澳三地的 那么紧密的程度 更加之近 就是关职度比较高 所以变相之下,对于你说 好像轻业这一类公司来计 我觉得应该是会受惠到 OK,好啊,另外一个的利好因素 这个也很重要,Stanley 讲的是他那个资产正值 和现价对资产正值的 折扬幅度是非常之大 特别Stanley也准备 就是这么多地产股他们的表现 好像详细为例 看到他的资产正值是155.7港元 比起他们的现价和资产正值 折扬幅度是最少 大约就是7.5% 行地三成半,新地超过两成 顺治方面接近两成六 加华都多,四成六 最夸张的,香港轻业 就是我们今次推出的股份 原来那个折扬幅度有七成那么多 为什么呢? Stanley之前都说过了 可能管理层就比较低调 没有什么出位的言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都记得四叔之前在一二年五月底 有些很激发人心的言论 他就说如果你男朋友给你一千万钱 就叫你不要买楼 反而将一些钱买可能地产股 我想如果真的有这个案子 真的很少人会这样做 因为大部分都可能会去买楼 但算是四叔可能没错 因为的而且确 地产股的表现又真的不差 不过这么说 讲开大折扬这个因素 因为事实上我都觉得有点不公平 为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说折扬大的地产股 可能不单单是他 有很多公司 特别一些可能是一些二三线的地产股 其实那个叫资产股的NAV的折扬 都可以很大 因为你说好像一些大新地产 这些比较上没什么人懂的公司 可能折扬可能七成多 但是很有趣的 因为如果你看回这一集 比较上是我们叫一线的蓝筹股 还有一个NAV的折扬方面 其实又不算很大 真的可能是极其量 可能在恒底方面有三成多 但是其他那些 基本上那个幅度就不宽 可能两成多了 其实真的不是多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 都可以有些解释 就是下一张设计我都轻轻解释一下 因为事实上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就是个别的地产股 为什么有些质量那么大的 可能是没什么折扬呢 最主要就是说 如果你本身那些资产 可能是一些资产值比较高的 可能是酒店 甚至乎如景湾这一堆 其实那个營利能力不是高的 就是回报方面 其实就不算是很吸引的 就是说你买完出去之后 你之后的管理那一堆 其实是不会吸引的 所以变成大家 变成的时间 变成它的价值的时间 除非你买出去 除非你可能将一些资产 就是转售出去 如果不是的话 你要将这个折扬的幅度 就是要收窄的话 其实很难 还有就像刚刚Janet也说到 其实有个别的公司本身 可能管理层都很低调 甚至乎 它都不会计算这一样的 就是折扬多 就多了 没所谓的 所以有时候变成它的股价 都不是很移动的 就是你可以说 好像以轻易为例 其实那个交投量 都不是很活跃的 都正正反映就是说 大家似乎对于它们的 即使的折扬是这么大 但大家都没有意欲去收窄 实际说到股价 好像点了月 不动的 我们看回其他地产股 真是发光发量 好像长寿为例 不断破顶 如果真是跟回死率的部署策略 可能那个低潮都过了 看到全部的地产股 全部都有一个反弹 看看 长实年初至今的升幅 接近2.8% 恒地都超过2.3% 新地接近1.8% 甚至2.5% 交易方面超过2.0% 唯独是轻易 只有2%这么差 就算好了 如果你假设找回一个月前 再相比的话 更差 富数 基本上是 但你可以说 这个板块本身 地产股 尤其是大家都很多时 出做一些叫一线的地产 地产发展商 因为见到他们 买的表现就做得比较好 而且你都可以说 当大家一想要买的时间 就自自而言 买一些一线的那些 但二线这些东西 有没有投资价值 其实都不是说没有 但对主要就是说 之后的发展 是不是有一个憧憬的地方 而且都很坦白的 因为本身这类的公司 真的比较低调 而且加头量都真的很不活跃 所以现在买的这类的公司 都会有一个流动性的风险 这个人都比较关注 所以这个因素 都导致他们的股价 在近年来说 其实变幅又真的不大 虽然的折扣是很厉害 但问题是 他们的股价都真的升不起 好 再看另一个你好因素 说他售楼方面的情况 就真的不错了 其实之前2013年左右 其实他们有另一个项目 就是津堤方面有164个单位 其实已经卖了160个 去到2014年的3月31日之后 就再买多3个 现在最新的project来说 就是月体 有102套的一个福色大宅 非常之靓 这个豪宅 即是发梦都想去的 我说在14年6月就会开售 看回数字都很夸张 他们公布了 就是说这个月体的project 三个钟内已经卖出了25伙 其实是 而且在说成功套现 是13亿 14亿左右 其实这个数据 你可以说是截至到7月中 左右的时间 因为当时 卖了大概是56伙 我讨厌这个数据 其实如果刚刚大家有印象的话 公司上一个年度的时间 但蜜月销售那边 其实总额大概是13亿左右 现在这个数据 已经多过上一年销售的数据 但也不单单只是这样 因为公司本身 你说在中国方面 都有一个叫做 就是家庆市方面 都有一个叫做月体湾的project会做 而这方面来计 如果假计是销售的话 都可能大概是 达到7至8亿左右 所以你可以说 如果这样计算的话 变相公司今年 今年这个年度 物业势方面 都会有一定的保证 而且变相在资务的发展上 我相信如景湾依然是一个发展的重点 但公司也有比较多的土处 所以假设市场开支 比较上是楼市方面 假设都是叫做好 我相信公司也会加快推投 这些楼盘出来 好 其实讲多一点关于这个股份 因为我们在整个节目来说 介绍这个股份 感觉上都是主供一些高档的物业 下限地 他们入场费一动来说 都说是1400万左右 还有特别要管理高档的 住宅、酒店等等 但感觉就是 他们的profile很贵 他们有的资产很贵 但可能那个rate of return 就是说流动或者你沽货之后 那个盈利会不会说水平比较低一点 因为可能你要靠管理费 或者你不是说好像长矢那样 就是满散的 他又做 他又做卖楼这一样东西 因为你看得到 譬如好像以现在月底的理解 都有一些资金的回笼 但变相之下 因为公司是回到之后 都依然有很多的project要做 所以变相你都可以说 就是货源轮转 货源回来之后再去投资 但是我认同的 你说公司本身 为什么它的跌价会这么大呢 最主要都是你刚才所说的原因 OK 好 谢谢Stanley 不如看看部署策略 3.5元左右可以建议 去买一点 基本上都是侯低买一点 侯低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现价都是3.6元 这些股票都可以给耐性 3.5元我觉得可以考虑 中仙的部署 看4.5元这个价位 只剩2分3.2元 好的 谢谢Stanley 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也先问你 本身是否买的 480 我没有持有这个股份 我当然不会玩 很难排除这个可能性 谢谢Stanley 我们稍后再谈 都不赶心了 我们下期的股份 我们下期的股份 都不赶心了